臺清德總統 蕭美晴副總統 首先歡迎四川會長率團出席 新任蕭清德總統 蕭美晴副總統的就職典禮 同時也很高興能在總統任期結束前 和四川會長 攪南 李市長見面交流 也對兩位關心和支持臺灣 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我們看到四川會長所領導的日本財團 不僅積極推動教育 社福等活動 來促進全球的和平及發展 更長期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協助臺灣走向世界 藉這個場合 我也要感謝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支持 這些年來 臺灣和日本透過各項重要的協定和活動 深化彼此的經濟 產業及文化交流 更攜手面對疫情等挑戰 像是上個月臺灣發生震災後 日本官方及民間所發起的募款活動 除了協助災後重建工作 也充分展現臺日之間的友好的情誼 此外 臺灣和日本也是維護區域和平 守護民主自由的堅實夥伴 我們非常感謝日本政府 在美日峰會等多個國際場合 表達對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視 面對區域威權主義的擴張 我們也希望能和日本以及更多民主夥伴國家 加深各領域的合作 我也要拜託四川會長在未來繼續提供新政府各項的協助 支持臺灣加入CPTPP 讓臺灣和日本持續深化夥伴關係 最後 再次歡迎各位貴賓的來訪 也期待透過這一次的訪問 為臺日雙方創造更豐碩的交流 成果 謝謝大家 Thank you 谢谢观看